法师和男童爸妈重回意外现场招婚 神情爱妻 难以想象前一天两家人还在这玩水烤肉 如今却是天人永隔 李姓男童的爸爸指控当初陈姓友人 拉儿子的脚下水双双溺毙 但陈姓死者的妻子公布落水照片反驳 陈姓男子表情痛苦似乎被呛到 而李姓男子紧抱着儿子 大女儿急得伸手想拉人 在水深约四公尺的洗水内 但下一秒陈姓男子突然沉入水中 妻子拿照片佐证说丈夫和李姓男童 有一段距离否认强拉孩子双腿 死者妻子也出示丈夫和李姓男子 童话记录要证实是对方 约丈夫去西边并非巧遇 另外检察官上午相验 指出男童腿部没明显抓横 双方家属对死因没意见 检方决定不解剖 但法医高大臣表示 是否有人喝酒也是关键 案发现场有力告示排进止细水 男童父母恐违反儿少法 最高开罚六十万 并承担过失致死责任 悲伤的母亲结 男童父母也难辞起救 记者联缘并王柏英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导 双方 laws freshwater 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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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 hearted 169 鬆